在苏东坡的故乡 四川眉山沙湖航的老街上 贵修的老人们 每日清晨都会聚在街边地盘 音声音唱 美妙的曲中词 往后岭江水般 从心底流淌出来 温瓦动人 而词中那位诗人 仿佛还在身后的三苏老宅里合部 看着老街打开心的意见 漫步在古沙洪航老街 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这里平和自在的生活节奏 在这里 许多宅院的围墙上 都镇刻着诗词文章 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 驻足观赏 为匆忙的日子 留下了一点余味 沙湖航老街分为南北两段 南段古色古香 质朴典雅 而北段则是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这一动一径 像是融合了两个时空 金人和古人似乎在这里 展开了一场文明对话 沙湖航老街 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北与下溪街通贵街交接 南与苏磁路 起贤北路交接 东与上大南街 下大南街交接 老街至今保留着 明末清除石建造的 有着典型川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 文明于世的三苏祠 三苏纪念馆 就位于老街的正中央 如今这里店铺林立 各种餐馆茶馆应有尽有 书画市音乐市图书馆也一个没少 青马红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喧嚣 寻常巷漠处 多了几许诗里人家的儒雅 伴随着三苏父子的故事 一脉书香进入了老街上千年的时光 沙户行 顾名思义 骚思之处和残桑杭氏 据史料记载 古蜀王残丛氏 就曾在这里交民农桑 唐朝时期 沙户行便因私仇贸易而兴起 山谷云集一度富家稀数 当时有一位名叫孙长如的老街人 他一一生就好读书买书收藏典籍 那时由于纸张和印刷术尚未在民间普及 书籍大多掌握在贵族和士大富阶层 知识传播十分受限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孙长如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用了数年时间在沙户行修建起一座书楼 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 这座书楼到了唐喜忠的年代 喜忠听说了这个事就觉得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就给他的这个书楼提了魂品 叫书楼喜忠给他提的 孙氏书楼名养天下 并由此开启了梅山千年文脉 孙长如临终时 只给子孙留下一条遗讯 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 也一定要誓死保护书楼 然而到了五代十国 属地兵荒马乱 孙氏书楼也在战火中堪塌 面对残缘断壁 孙长如的四世孙孙将忠 暗下决心 一定要重建书楼 在偶然的一次机缘中 孙将忠与后州大将赵匡胤一见如故 成为至交 后来宋太祖黄袍加身 平定后属之后 召见了这位昔日好友 你想做什么官我都给你 孙将忠说不我不做官 你不做官那我给你金银财宝 你说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钱我也不要 那才奇怪了那你干什么 孙将忠就告诉他 皇宗里面的书分一半给我 面对孙将忠的请求 宋太祖欣然答应 并赐予他万卷书籍 回到眉山后 孙将忠开始重建书楼 经过孙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 书楼终于在天圣初年重建完成 人称万卷书楼 此后书楼又多次遭灾损毁 但孙氏后人总是不遗余力 搜购捕缺驴回驴见 一脉书香从沙湖行老街开始绵延 随后润泽整个眉山 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明镜与点点栏目